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 其實不是很壞 這就是最低點 這就是四面楚歌 但是癖疾態來 因為你看看國民黨的體質 像不用講老廢 就一般的支持者 縣市首長 不用講老廢是什麼意思呢 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好 好的話為什麼不要講它 國民黨所有的大部分的人 地方首長支持者 你如果叫他去抽血 然後第二天報告回來 沒有紅的 沒有紅字 都還可以 所以國民黨現在為人所詬病的是 朱主席跟他的附隨的中產會 還有他借方舟2.0 請回來的牛鬼蛇神 這牛鬼蛇神裡頭有一個 就是在花蓮後山做王做久了 他以為天下去是這樣 所以他去雲林港 去屏東港 這個就好像金融危機一樣 你知道他在吹泡泡 他吹泡泡 他把這個泡泡吹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朱主席看不出來 還是看得出來 因為他想 他想浴駕清爭 有人幫我吹泡泡 OK 這個泡泡吹到什麼時候 吹到我們這一位後山的大王 那一天在立法院的門口 自己把那個泡泡湯破了 這個是人性之必然 你知道嗎 因為吹泡泡的人 自其不曉得自己有多危險 等到吹破了 現在你覺得傅昆吉在哪裡 在安寧病房嗎 在太平街嗎 還是已經燒成灰了嗎 雖然傅昆吉已經不見了 但是台灣人民不相信他死定了 他也許有一天從安寧病房又走出來了 大家最怕的就是這一點 但是我為什麼講 這是鄙吉泰來的最低點 因為壓力實在太大了 大到朱主席只有一條路走 因為我剛才講過 國民黨的體質抽血都是沒有洪志的 但是朱主席是例外 現在朱主席領導之下的黨中央 就很奇怪 肉體是不錯的 身體看得泡泡 腦筋是壞掉的 腦筋就是不相信自己 沒有自信 一天到晚要藍白河 一天到晚怕磕屁 一天到晚怕郭董 一天到晚好像這樣不行 一天到晚又不想不行 然後定期的要爬到樹上 給全國人民說 本人的屁股是紅的 你看多無聊 所以這一次的達到最低點 你曉得有什麼好處嗎 我以前念書50年前的精神科 像這種精神科的病人 唯一的辦法是什麼 那時候藥不好 電 電極 這個跟癌症病人的電療不一樣 電療是把癌細胞弄掉 電極是讓你這樣 呼呼呼呼呼 那醒來以後 身體很弱 但是腦筋就不會胡思亂想 現在黨中央就在電極後的狀態 所以其他有志人士就陌善了團體 羞飛了志氣 好好趁吸而入把這個黨拉拔起來 凡國民黨黨員都應該真的感謝審富雄委員對國民黨還有這樣的信心 不離不棄 真的不簡單 大家很有期待 我是最好的啦啦隊員 沒錯啦 沒錯啦 他們恨死我啦 你知道嗎 他們也不會恨你啦 恨你幹嘛 我沒有恨你 不會啦 基本上就是說這個民調也好 目前的情況也好 也許就像老沈講的 現在是最低點 我也覺得低無可低的啦 但是你國民黨要記取教訓 你要痛改前非 曾經悔過認錯 就重新開始不一樣 如果你還在那邊裝神弄鬼 他們國民黨現在喜歡搞什麼 找旁邊的人放話 一些小人壞人放話 放完以後記者跟朱立倫求證 他就講個摩尼兩可的話 也不澄清 你這搞什麼鬼啊 每天嘴巴腳要團結團結 你這樣就能團結嗎 吳敦義四年以前就把國民黨搞垮了 本來國民黨好好的局面 拉著韓國瑜去打朱立倫那個時候 然後後來又拉著郭台銘 然後去平衡韓國瑜 三搞兩搞把自己搞垮 現在看起來又 我說國民黨主席像個魔戒啊 戴在手上就突然就變得奇怪了 平常正正常常的 平常也還好啊 怎麼當了國民黨主席就變成這樣 到底你國民黨還有什麼東西呢 還值得你們還要你們這樣子搞 這樣他們這個權利利益軒心的搞 真奇怪 主席 我猜一句 像朱立倫像吳敦義這些人 他們有機會去大陸的時候 他們還會去記中山林 你知道嗎 還會告總理先生本人已經盡力了 你胡說八道 總理我一定把你幹掉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你跟文族說八道 警察說你說如果未必發出 你還給說我